捡到这个瓶子的朋友,报酬300元 华为Tiger定位器,咱们开箱试玩 然后呢,和苹果的定位器比较一下,看谁的定位效果更好 轻薄小巧,便携随心 远程近程,精确定位,防尘抗水,持久,续航 说明书,曲卡针 非常的小,非常的薄 大小差不多,但是比苹果的要薄一些 后盖呢,可以扣开 里面有一截2032扭扣电池 里面的电池触点,环形天线 时钟,还有两枚芯片 装电池开机 接下来激活 进入华为云空间 查找物品,位置非常的准 长发接接口 长发接,接下来咱们做个测试 我约了我外甥女 这两个定位器你拿着 然后15分钟之后我找你 你把你的手机蓝牙和数据关它 留一个通讯功能就行 然后咱们对表 11点50,12点05 我去找你 好,你可以移动了 时间到,查找 玩呗,往速接 苹果已经定到了 然后是华为 华为还没有返回信息 位置依旧在长发接接口 那么咱们先按苹果的位置 去找我外甥女 好,12点19 我现在来到了苹果的返回位置 在路口这里 华为目前依旧没有位置反馈 明明就显示这里 没看到啊 12点半了 咱们再次定位 华为的位置显示在西行路 停车上 苹果刷新不过来 咱们按华为去这个地方 12点37 我现在来到了华为指定的位置 好,目前苹果呢 还是定位在刚才错误的位置 好,直接找到了哈 顺来说你急眼了 哈哈哈哈 没有,没急眼 你说怎么不找我了呢 那个 苹果先给我的定位 定位到王宿那个停车场 我去了之后没找着 我试了,我去了 然后我在那待了 短暂的待了一会儿 我就出来了 你中间移动了 对 这么回事 然后 国际饭店旁边的停车场 对对对 然后华为的定位慢 但是华为定位后来反到这儿了 找着你了 好,辛苦辛苦 不辛苦 没有作假 嗯,没有作假 真实测试 最后我给他俩做一个漂流瓶 头放到黑龙江里 首先把华为的定位器沾里面 苹果 再来个纸条 捡到这个瓶子的朋友 联系我的手机号 报酬300元 The friend who found The ball Count data And the way wood 320MB 2022年11月7 好,再加一个配重 不是螺丝刀 是我的螺丝刀电池 接下来咱们去黑龙江 之前咱们打捞的地方 我的打捞沟 还在里面 最后看一眼它两个的位置 黑河市F区 幸福江 黑河口岸 再看一眼定位器 好,已经到底 走吧 我们那麽告别呢 像当初见面那样 戴上农场 好戏开场 戴上悲欢 借我渡影场 人生之艰难 就像那 不稀之长河 虽有东去大海之之 却流程缓满 正成多艰 然江河水 总有入海之时 而人生之之 却常常难以实现 令人 抱恨终生 黑龙江的尽头呢 是厄国刺客海 他们两个沿途有定位消息反馈呢 我在发视频告诉大家